Hero 3-0横扫AG把客场打成了主场 也算是爆了个不小的冷门 毕竟AG刚拿到四连胜 上一场的Hero还在不停轮换式阵容 这次Hero的发挥近乎完美 无畏的谈野很亮眼 奥韩对位压制依诺 九折别出心裁的阵容也很符合他的风格 第一局Hero的阵容很绝 孙殡白起家扁鹊完全就是奶捅阵在线 反观AG的阵容完全没人能做制裁和梦魇 九折的这种阵容还真是在其他队伍很难见到的 果不其然Hero很早就开始了五人抱团 打起架来每个人身上都是五层毒 一安的夏侯敦也送出了衣血 无畏的白起在扁鹊和孙殡的加持下 月塔也是随随便便 这波双方在龙坑爆发团战 守约和加罗都在疯狂平A 但是Hero根本就不掉血 就像挠痒痒一样 一波团打完了 五个人都还接近满血 这个时候双方的经济没有差距 但这就是孙白鹊的威力 Hero肆无忌惮地进攻野区 伊诺想看一眼 结果被无畏嘲讽瞬间被秒 A记的第一局可以说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你还打得开心死了 现场人又多 比我那个场话人多得多 热情也要热 你还回头一直在看观众 我不想回南京了 哎呦 你也无畏 他比他看得笑多开心啊 我和现场观众也人多 主场变客场了 猛 第二局前期A记打得不错 不管是人头比还是经济都领先 但打着打着又不对劲了 敌人杰大招空掉 吕布跳大配合队友击杀王昭军 另一边 伊安的夏洛特进场 也没有打出什么效果 最后一波更是离谱 满血的敌人杰被沈梦西家吕布瞬间带走 连闪现都没交出来 其他队友在正面自然也是节节败退 两边的状态确实差距很大 第三局 伊诺的戈亚在前期被赵怀真家黄中抓到送出衣血 也让A记针对野区的策略无法实现 这波一少 这波一少 本来A记是转的这波 Hero有了优势之后 即便是蒙田在前排也顶不住伤害了 黄中舞炮将蒙田解决 另一边 魏阳的攻本进场也被Hero激活 比赛也彻底失去了悬念 Hero这套磨合时间不长的首发阵容 还真的打出了效果 铃铛的中单可圈可点 新人誓约也有不少亮眼的表现 有酷和傲涵的发挥都很稳定 而无畏的谭野已经打出了个人特色 不得不说 九折打造队伍的能力确实强 现在可能很多Hero的心碎粉丝 又要重新回来了 谁能拒绝九折的魅力呢 对了 最近某鱼上线了我的主队功能 感兴趣的观众 也可以去给自己的主队线上加油 大家认为 本赛季九折带领的全新Hero 能走多远呢